應該是application 不是從這邊,從application裡面 前面我們用過add activity跟receiver 現在是要使用library,不是SDK 因為SDK本來就已經有選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選擇一個use library 這是外部的library,按確定 確定之後,底下就有個name 點下去之後,各位可以找到 第一個,這個地方就有個com.google.enjoy.map 所以google map的相關功能就在這裡 請這地方把它點一下,選這個map 再把它點一下,表示我套用google map的相關library 第一步要先做 第二步的話呢,permission裡面要做什麼呢? add use permission 因為我要使用什麼? 使用GPS 那GPS呢,如果你沒有去在這邊設定它的使用權的話 那也不能夠使用 那它的GPS是哪一個呢? 實際上各位可以找到 assess 這邊好幾個 請你找到最好的那一個 find location 那實際上呢 GPS找到的信號是最好的 因為當然還有用什麼呢? 用wifi 比如說wifi三點定位 或者是用什麼? 基地台定位 那這其中assess 最精確的就是GPS 所以我們用find location 這邊呢,再把它點一下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了 我們manifest的相關性 第一個就引用google API 裡面的那個map功能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find location這個功能 也是use permission OK,那首先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manifest的部分呢,先設置一下